去找喜寒 我说那我去跟他看场电影啊 吃个饭 然后让他哄哄我 这也算给他一个机会了 那我到他饭店门口了 结果看见他卑鄙姑娘乐呵出来了 俩人脸贴脸 什么意思啊 这不就对象了吗 他做何反应 后来喜寒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没接 他应该追我了吧 我也不知道 我转头就走了 我也没管他嘛 那我想问你 你喜欢他吗 那我不喜欢他 我今天也不能来啊 那你喜欢他 这三年干嘛不答应他呢 那我不得考验他一下吗 你说现在这么多闪魂闪离的 考验到什么时候 他是个头儿 一般的男生都听不起三年的考验 对啊 这不也出事了吗 那如果这次没出事 这三年还得又等几个三年 我觉得我没怎么为难他 凭什么就不追了 他喜欢我那么久 说不追就不追了 那他也得给我个解释啊 主要的 谁要死个明白 还得维护自己最后一点罪业 只能我甩你 不能你甩我 这是你今天来的理由 是吗 对 那我干嘛支持你这样的告白呢 不诚心嘛 我们来都是为了真实的爱情告白的 都是为了在一起而告白的 你到这来是来损人的 我干嘛要让你告白呢 如果今天他解释让我满意 我可以考虑让他做我男朋友 如果我是男生 我决你三年大姐 你还不同意我 那我找别人去了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这三年里边 你有去跟别的男生交往过吗 没有啊 我只是在考验他呀 这三年 那你这三年里边有答应过任何男生 同时考验其他的男生过吗 有啊 那我凭什么现在给你任何的解释 我觉得你这个行为举止 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商品 在挂着上面 等着不听人来给你要价 价高者得 那其他人追他 他也没有跟那些男生在一起啊 对吗 其实每一个高冷的女生 他背后都有一颗缺乏安全感的心 那个男生呢 其实也是用点小气量 你不是一直扮高冷吗 其实我也玩一回高冷 看看你什么感受 他今天就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倒逼你呢 反过来去追他 如果他是以对那个女孩 示好而来追这个女孩的话 这个阴险太毒辣了 首先我不觉得这是阴险啊 我觉得这是策划呀 对不对 策划 说不定他用心啊 对吧 而且你怎么知道他背那个女孩 是一种特别的关系 说不定是他妹妹呢 对不对 只不过是做一个秀 给这个女孩看而已 他的心理上看似外表很强势 其实内心很脆弱 你一直在用你的方式来强势 要求另外一个人按照你方式生活 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我只是觉得现在的人 你说闪问闪离的这么多 他们对爱情观 我觉得根本就是不正常的 你说他跟我说我们在一起交往吧 我就答应他了 那我算什么呀 好月是一个性格颇辣 非常自信的女孩 可是强悍的外表下 难言好月缺乏安全感的心 所以好月寻找男友的原则 就是考验 不停考验 生活中虽然有不少男生追求单身的好月 却只有均持三年的喜寒 让好月有些动心 并不动生死的关注 可是就在一月前 一直对好月不舍不弃的喜寒 却背着一个女孩走在大街上 正好与好月遇见 这让平时非常自信的好月 无法接受 可是又不甘心 一直对自己很好的男孩 就这样消失 那么追求好月三年的喜寒 是无法忍受漫长的等待 而另一他人 还是出于巧合 另有隐情呢 喜寒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自己苦苦追求了 三年的女神的告白吗 除非你现在在对着镜头说 其实这三年 虽然我没有答应你是我男朋友 其实我内心还是觉得 你是我男朋友的 我觉得你才可以今天开门 否则我真不知道 找什么理由让你开这个门 你们俩根本没有关系 我说 你说你对着镜头说 我考验你三年 也是心里有你 所以今天 行了 接下来的话 你待会儿跟他说 如果他不来 你在生活当中跟他说 就可以了 心里就有他的说 对 所以 熬什么造型吗 来吧 去吧 去吧 站那边 接下来问到你几个问题 你觉得他今天能来 他一定会来 为什么呢 他一直躲着不见你啊 他心里有我 第二 如果他来了之后 他确实说 他有了女朋友 你让他俩在一起呗 让我三年白费了 那如果 确实如志宁老师所说 为了这三年来 他在你心目当中 毫无位置的一个策划 来看看你的真心 那 我可以考虑让他做我男朋友 可以在今天就答应 做他的男朋友 是吗 对 准备好了啊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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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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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